I say you always know Baby but you never answer Cause I will stick with the other Hi 大家好 我是Gin 那节目开始之前还是希望大家弹幕牵到走一波 从我的B站正式运营到现在已经6个多月了 那我自认为发展的还算平稳 从一开始的无人问津到现在的4万粉丝 当然稳定输出好的内容一定是最重要的 但是与此同时一些必不可少的设备 也是帮助你成为一名好的up主的重要帮手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以我自己为例 我的视频制作过程是先选题 收集资料 写稿子 然后拍摄最后是后期 那如果你要问我哪一步最重要 我认为都重要 但是当我刚开始制作视频时 遇到最多麻烦的一个步骤就是在录制的时候 那一开始我是备稿 但是遇到一些专业的内容 备稿会花掉很多的时间 那录制过程中一定是持螺丝一直不断的发生 那你就要不断一句一句的重复去录 真的是身心俱疲 那么后来我想把手机或者是笔记本电脑 放在相机附近作为提示 但是问题又来了 你的眼睛没有看镜头 那么在视频里面也就会和观众没有交流 那看起来眼神也是怪怪的 深思熟虑之后 我决定购入一款提词器 那我看了一下某宝 那购买量比较高的是一款小型提词器 可以将提词器直接挂在镜头上面 然后手机夹在提词器的前方 通过镜面反射来看到手机屏幕上的内容 而且还支持广角 不错那就是它了 收到之后我就傻眼了这个设计 镜子居然是嵌在提词器的盒子里面的 那手一摸就脏了 完后你还不能顺利的清洁手要伸到里面去擦 简直是太反人类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最糟的 重点来了 当我把它挂在镜头前面开始录制的时候 发现了两个大问题 也是最致命的两个问题 第一 画面上会出现反光 也就是你的主光源会被反射到你的画面上 大家可以看这里 第二提词器实在太迷你 夹手机的夹子会有一部分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 那最终的画面效果是很让人失望的 那为了不让大家看到这些糟糕的角落 我能做的就是大幅的裁切我的画面 但是这样的话你就会流失掉很多的画面 清晰度上会大打折扣 我真的是被弄的真是焦头懒额 眼看着只能回到被搞的尴尬阶段的时候 我的合作伙伴之一的洋葱工厂告诉我 他们有一款提词器 那看我想不想试试看 因为和洋葱工厂合作很多次 他们的产品质量一直是有保证的 那我想我当然愿意试一试 但是也是实话实说 如果不好的话我也不会硬说它好 毕竟影响到我的画面效果和频道的声誉 最终受伤的还是我自己 那没过多久这款名为洋葱工厂千层柄提词器的设备 就寄到了我的手上 同时我收到的还有他们针对我使用的 索尼A7C相机的一款L型吐龙 那这个的话我之后再给大家说明 好的那开箱之后是一个不易材质的一个收纳盒 那这个品质感是很好的 那就算出门在外也可以随时带走 低音像分就很高 那打开后提词器本体的反射镜面是可以打开的 这才像话嘛脏了擦起来会发便很多 那其次遮光板是磁吸式设计 那轻心一放就固定住了 另外还有一堆各种尺寸的镜头转接头 所以不论你的镜头是什么尺寸的 都可以用在这款洋葱工厂的千层柄提词器上 那另外这个小遥控配上洋葱工厂的千层柄提词器的APP 那暂停缩放字体大小 调节速度等等都可以自如的操作起来 那当然如果你不是用手机来反射而是更大屏幕 比如说iPad一样可行 但是其他品牌的小型提词器就不太行 平板电脑太重 这对你的镜头不是太友好 那三角架的话也容易失去平衡 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使用这种支撑架来固定你的提词器 从而减轻镜头和三角架的负担 达到安全和平衡的效果 那最后我们来看看成像效果 那同样的24毫米的镜头 不会再看到反光或者其他一些多余的东西出现在你的画面里面 完美 那这才是一款迷你提词器该有的样子嘛 那这样一来的话就再也不用去背稿 也不怕眼睛不看镜头了 再难的稿子或者是内容都能轻松自如的搞定 那作为一名UP主 准备了很多的内容输出 一款提词器一定是你要入手的设备之一 这会为你节约太多太多的时间了 那另外之前跟大家说的这个L型相机兔龙 什么时候需要用到它呢 那我相信除了在B站当UP 也有很多是抖音的用户 那么视频的拍摄就是需要竖着的 那么一样的 准备好了稿子 又有一款很好的相机设备 怎么竖着固定你的相机呢 那你就要购入一款兔龙了 那么洋葱工厂也针对市面上各类主流相机 相对应的开发了各款的L型兔龙 基本上你装在相机上之后就不需要再拆下来了 那边缘和底部有足够多的接口让你去接各种配件 底部也带有一个小螺丝刀 随时可以快速的拆卸和安装 那另外顶部也有这个冷靴接口 可以让你安装你的补光灯或者是麦克风都可以 那另外拍摄产品或者是架设在这个滑轨上使用的时候 那横着或者是竖着架设你的相机都可以利用这款兔龙来做到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 那么对于一些刚起步的up主们 我负责任的说 提磁器一定是你必须入手的第一件武器 但是别被某宝上那些杂牌提磁器的广告所忽悠了 什么支持广角什么优秀画质全是忽悠你的 那洋葱工厂这款千层饼提磁器才是你所需要的提磁器 没有之一 那心动不如行动 好的那希望大家能够一键三连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